Hello 各位好 欢迎来到由飞光帮举办的首届阿将KPLPLUS水友赛 本节目由水友群独家战独播出 比赛采用5v5对决4加4BP的高端模式 场上共计10名荣耀选手 互拼一时 互秀操作互比细节 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紧张刺激夺人眼球的比赛 您现在看到的是裁判阿将的第一视角 蓝色方先半先选 禁掉了单前版本最强势的射手 萌亚和公司李 红色方则是禁掉了T0的辅助鲁班大师 以及袁哥 稍微解释一下 这场比赛是有一位万分袁哥选手的 所以这一首袁哥是针对班位 在经过双方教练的精彩博弈之后 最终蓝色方选定了以保加罗为核心 其他人自由发挥的养猪体系 而红色方则选择了更加暴躁的突进体系 杨简白起凯和小梦西四个猛男 搭配老黄中会插出怎样的火花呢 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首先看到的是红色方的凯黄 资深入侵蓝色方的蓝区 果真是意高人胆大 此时蓝色方的辅助 他也真的选择了直接养射手 那么红方拿下这个蓝buff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此时药返回蓝区的时候 发现野区空空如也 并没有太过着急 而是选择拿下了中路的河道之灵 可以看到 这个河道之灵的经济和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厚 一次性让药升到了三级 但是此时下路爆发了团战 由蓝色方的加罗送出了一血 红色方拔得头筹 眨眼片刻凯黄已经到达四级 来看一下 他的第一波抓人选择了下路的加罗 蓝色方应该也已经察觉到了凯的动向 哎 蓝色方太已主动出击 开启一箭加速 一个漂亮的反向走围 躲开了凯黄的规坎 骗出了大招 凯黄心里也是很不服气 奋起直追 大招结束前又给加罗补了一刀 加罗血量现在非常不好 如果红色方把兵线带进塔内 是有机会月塔强杀的 与此同时 蓝色方的要也终于到达了四级 做好了埋伏扬检的准备 中路是沈梦西和诸葛亮的对决 诸葛亮没有四级 打得有些相对保守 此次 红蓝方上下路各送出一个人头 双方势均力敌 这边沈梦西也是叫来了他的好哥们黄忠 准备复仇诸葛 但是脸探草是否有些不妥呢 直接被诸葛草丛埋伏 大招收割 打出一波双杀 好在这波道具没有丢双方交换了一波远古生物 来看这边 凯皇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死死压住蓝方的加罗 给你发育的机会 而且这个蹲点也很有细节 他是想利用残血白起做诱饵 在草中打反手反击 果然机会来了 凯皇开启大招封魔闪 但是又被太乙细节反向走位避开了 不过凯皇也不是吃素的 反手一刀打出了太乙的复活 白起接上大招 本头奔低 朝凡对手 果然加罗中计了 直接从塔内被拉了出来 红色方相互配合 拿下了双杀 此时 埋伏一球的东方药 终于找到了机会 二技能进场 带走没有大招 有些疲软的凯皇 大招回拉 有一个大招近身 和皇中贴身肉搏 极限耐斗皇中 但是自己也无奈被什麽西收割 这波团战 红蓝方二换二 又是一波旗鼓相当的对决 此时不仅是 凡日路局势紧张 对抗路也开始了火兵 诸葛制约上路 不幸被小猴子铲血 此时镜头给到 沈梦西 他想干嘛 他像一个马拉松选手一般 穿越蓝区 快速接上闪现 二技能追踪导弹 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带走诸葛亮 虽然自己也身陷淋 但是非常漂亮 打出了中单的气势和尊严 再来看下落 在皇中的大炮淫威之下 蓝色方开始有些 招架不住了 这时候凯皇抓准了 加罗没有闪现的时机 开启大招强行月塔 先拆塔再杀人 无情带走加罗 好在蓝色方上路 有事换掉了一塔 双方经济仍然持平 不分伯仲 这场比赛肯定要拖到 大后期的对决了 那么你们更看好 哪一方的阵容呢 欢迎弹幕留言 为他们打call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敬请期待 阿将KPL Plus 随友赛续集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嗯